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下关于XGboost的这个算法 咱们怎么样把模型做得更好一些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调参策略 首先就先得确有一点 之前不给大家说了 先要把这个XGboost的这个工具包也装起来 然后装完之后大家先执行正要命令 就是先看一下就是impar的XGboost 是一个你自己选的别名二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报错 如果说没报错 那说明这个裤已经装上了 如果说报错了 那你还得再看一下这个酷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其他的应该大家都有了 就是除了这个XGboost SKLearn Pandas Numpay 这个东西大家都已经有了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咱们就来看吧 还是对于这个保险的数据集来说 之前咱们在说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在去看这个赔偿值的时候 发现一个现象 它是不是均衡的 不是不是那个有倾斜程度是吧 所以说我要先对这个保险的一个赔偿值 进行一个对数的变换 在这里也是先对我的数据 简单处理一下 已经是处理好的数据 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 就是做一个对数的变换 这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一本值答应出来 也没有什么问题 X一共130的特征 除掉那ID那些东西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就是核心点 就在于怎么样构造一个 XGboost的一个模型 那首先咱们来看吧 在这里第一点我们要干什么 当我们一会儿要去做一个调参策略 同时我们也得想一想 什么样的参数是合适的吧 那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评估的标准 因为咱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是做一个回归的任务 是做一个预测 最终保险值到底应该是什么 也就是得到一个值 所以说你说咱们的损失函数 或者说咱们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什么 应该跟我们的最好二层法类似吧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来看 首先我先指定了一个评估的方法 在这个评估的方法当中 你看我们怎么去做的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一个真实值 这是我的一个预测值 我算的是什么呢 正常情况下 咱们以前不总说什么均方误差吗 但是那个值看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有些小 然后咱们评估模型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 你说你的结果是一个 就是损失值是0.97几和0.96几 看起来很不爽 就是值差的比较小 那我们这里也是想办法 把这个值就是它们之间差异做的更大一些 越大的一个差异的值 我们在调三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看得更明显一些 这样咱们得到的结果就是更合适一些的 所以说在这里 我是在去训练插追boot的模型之前 先指定了这样的一个评估的策略 在评估策略当中就先指定了 咱们是怎么去算的 那安排的1xp e的y字密 减去e的y hat字密 什么意思 原来是就是一个正常值 在这里我给它做了一个变换 e的这个数的多少字密 那大家可以想 就是这个e的这个 e是等于多少 2.7吧 所以说你说2.7多少字密 如果说那个数是大于0的 那肯定得到的数是越来越陡的吧 得到这样一个趋势 那接下来我们得到的这样一个损失值 它们之间的差异 就会表现出来更大的一个差异性 所以说在这里 我是先做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定义 定义了我的一个损失值 或者说定义了一下我的这个模型 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评估 这个评估方法要比之前 可能大家都没见过 这个主要目的就在于 咱们想看到值的差异 应该是更大一些的 一会儿呢 咱们就看到 以前你可能看下损失值 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数 咱们一会儿是1000多的一个数 现在来说它是比较大的 做这样一件事 然后呢 这个当我们用这个 插之于Boss的时候 首先要先对我的数据 进行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就是 你可以选 就是不转换能不能去做呢 也是可以去做的吧 咱们用那个SK-Learn在做的时候 你传进来一个NDA的结构 传进来一个Data Frame的结构 是不是都能去建模 XG Boost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按照人家给咱们指定的一个标准 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在这个XG Boost当中 首先我们先指定一个D Matrix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干什么 把我的数据类型进行一个转换 你看里边传进来的 不非就是我的TreeX 我的训练数据 然后Loss值 相当于是我的那个什么 我的赔偿值嘛 这不就是X和Y嘛 但是在这里啊 我们先是做了一个转换 用XG Boost的.Matrix以下 然后呢 相当于是把它转换成了 这个酷啊 所支持的一个底层格式 那为什么非要这么去做啊 主要是还是考虑一个效率的问题 用人的底层啊 这样的计算效率更高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啊 就是按照人家 给咱们指定好这个标准 把我的X和我的Y 传到这个D Matrix当中啊 就可以得到一个D Train 相当于是 一会儿呢 我用这个D Train啊 就表示我的X还有Y 这样的东西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咱不是说要去调餐吗 调餐来说啊 都有哪些是可调的呢 第一点啊 第一个基本不用调啊 就是说 你是用什么的方法 进行一个节点分裂 咱们啊 都是用一个T度提升的 一个决策数去做的 第二呢 就是你的一个 你的一个损失函数吧 相当于是 你用的一个损失函数 应该是分类的损失函数 还是回归的损失函数 如果说你是用一个 Soft Math类型的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分类的损失函数 你还需要指定什么 还需要指定啊 你要分成多少个类别 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你是回归呢 回归啊 你就指定成一种 回归的方式 一会儿呢 咱们就指定成一个 回归的方式 也就是说 这个XG不死来说呀 嗯 它不光能去做分类任务 也可以做回归任务吧 就像咱们数模仙一样 分类数啊 回归数啊 这都是可以去做的 然后呢 这块还有一个GAM值 这个GAM值啊 就相当于是 嗯 当咱们在训练一个 模型的时候啊 是不是咱们有一个 计算方式啊 之前给大家推这个 XG不死算法的时候啊 咱们也推过了 就是必须啊 得有一个衡量标准 那在当前的这个 衡量标准 技术之上啊 我们损失值 相当于是 你自己定义了一个 目标函数嘛 定义了损失 损失下降了多少 咱们才进行一次分裂 这个啊 就是我们自己 可以进行一个判断 然后呢 最大的树的深度 最大的树的深度啊 这个跟我们那个 角色数模型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可以指定啊 树的一个深度 它是等于多少的 同样的道理啊 还是越大 它的这个 过滤壳的风险 也是越大的 然后呢 这个栏目的值 栏目的值当中啊 咱们可以看 就是它啊 跟我们那个 回归算法当中 栏目值啊 是一模一样的 主要啊 就是用我们回归数当中 因为我们要预测 最终节点的一个值吧 那咱们在推倒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要对值也就是惩罚呀 不希望值有一些特别大吧 所以说啊 这个栏目的值 相当于是 你那个正则化 惩罚的一个力度 是有多大的 越大的一个惩罚力度啊 相当于是 你惩罚越多吧 这样呢 它过你个风险 就越低 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subsimple啊 相当于是 咱们在随机森林当中啊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 就是 每构造的一个树模型来说啊 咱们用的数据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随机的采样吧 在这个XGboost当中啊 也是一样的 这个subsimple啊 等于第二期 相当于是 一次我也不用完整数据集 去完整数据集当中啊 70%来进行训练 它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是什么啊 这是对样本采样 对特征 能不能采样啊 也是可以的啊 对特征啊 相当于就是说 比如说10个特征 你想选择其中的7个 选择其中的8个 这个啊 跟随机森林来说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于我们的一个数据 和我特征啊 都可以进行一个 部分的采样 然后呢 这个 Michael的Weiss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孩子节点最少的 一个权重核 如果说权重核啊 就是少于了 我当前指定的这个指标 那会进行分裂吗 那就不会进行分裂了 到这儿啊 就是为止了 然后下面这个啊 就是我们打印的信息啊 这个基本不用改啊 就是你改成1了 就是没有信息了 那最好是0 就相当于是 边训练模型啊 边打印出来一下 看一下当前的一个效果 然后1的值啊 是个学习率 这个学习率啊 不是像咱们那个 T2下降里 那个学习率 T2下降里啊 咱们的学习率 是不是说 一次更新的一个大小啊 在XG不辞当中啊 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这个数模型 是串形加进来的 先有第一个数 再有第二数 再有第三 第四 一直到第一个数吧 那你说你加第二颗数的时候 我说我第二颗数 对结果做了多大贡献啊 咱们可以有这样的指标啊 在这里 我们所谓的这个1的值啊 相当于是我们的学习率了 也就是啊 当前这个数模型 前面几轮都固定不变了 新加进来这一轮啊 它的一个占比 是占到了多少 如果说占比比较大 相当于是比如说1 那相当于啊 把这颗数完全加进来了 那占比比较小呢 0.1 相当于啊 它只是起到了 这颗数的10%的一个结果 相当于就是 对于每个数来说啊 给它不是起完全的一个贡献 取啊 它百分之多少 这个意思 随接种子啊 这个都一样 这就不说了 然后 现成数啊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 CPU性能来自己指定吧 现成数啊 咱们都可以自己指定成一个 你觉着啊 比较合适的一个值啊 这就可以了 这就不说了 这就不说了 谢谢观看